这回闹大了 济南部江西后陈京县租房行规 提前退租不退押金整个济南受牵连 房东不堪压力私信求饶 江西房东提灯定损还未尘埃落定 济南房东就祭出租房行规 网友调侃 连灯都不提了 直接抢 那么事情的经过究竟是怎样的呢 4月7日 一位网名叫济南行规受害者的河南网友发布视频称 自己在济南租了一年的房子 提前一个月退租 却被房东告知 不仅最后一个月的房租不退 就连押金也不退 还说这是济南的行规 网友觉得这个行规不合理 就算他违约了 顶多就是最后一个月的房租不退 凭什么押金也不给退 难道济南真有这个不成文的行规吗 租一年了 那押金是不是在退 押金 什么是押金 押金是行规里边 你给我赋予出一个月的时间来让我去租房吧 这个 那意思是我不管什么时候退 你押金都不退 对 为了搞清楚这个疑问 网友将视频发到了网上求助广大网友们 结果一发不可收拾 大家一致认为房东的行为不对 不仅要把押金给退了 就连没住的那一个月租金也得退 随着事件不断发酵 整个济南都被牵连 但也有南方的租客表示 大多数网友可能并不了解民法 房东与租客签订合约时 一般都会多收一个月的房租作为押金 如果租客提前退租违约的话 这个押金作为违约金是不退还的 但剩下的房租需要退还 相反 如果房东违约了 那么他就要多付这一月的押金钱 但视频中的房东明显不对 因为他不仅不退押金 还不退最后一个月的房租 无论怎么说房东都是没理的 很快 一名自称是房东女儿的人站出来解释说 事情并不是网友们想象的那样 网传的视频是经过租客剪辑的 不是完整视频 他爸爸也就是房东的原话是说 如果租客在没有提前一个月通知退租的情况下 押金是不退的 这是行业内的规定 这一说法也跟之前出来科普的南方房东所说契合 结果被租客故意剪辑造成误会 但房东的女儿并没有解释 为什么最后一个月的房租也不给退 也许是害怕舆论闹大以后对大家都不利 房东主动私信租客 表示愿意退还一个月房租以及押金 只希望租客能将视频删除 看来他已经感受到舆论的压力了 目前租客的视频已经删除 估计应该是拿到退还的押金了 这一点济南房东还是认错比较积极的 没有像江西房东那么硬 但是提前退租必须要提前一个月通知吗 必须给房东留出赋予的时间来找下一位租客 如果一直找不到是不是还要向上一位租客索要损失呢 最后小编还想要说一下这名租客 当我们选择利用网络进行维权时 首先要做到不恶意剪辑 不断章取义 这样对他人公平也是在保护自己 毕竟网络反转的势力不少 只截取对自己有利的片段 一旦发生反转必将遭受流量的反噬 希望大家在表达诉求时能够做到实事求是 那么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吗 你们对此又怎么看呢